今天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出席一届信类之友会成立大会 喊出说要积极推动医疗政策 也提到要巩固台湾主权 但是纵观2024总统选战 同样也批有着衣尸白袍的 还有着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民调是坐二望一紧追赖清德 但就现阶段而言 赖清德仍然保有领先趋势 赖清德 赖清德 冬孙人生响起现场热血沸腾 全国一届新来台湾后援会成立大会 在元山大饭店举行 也有医师身份的赖清德 就向回娘家受到热情欢迎 我们一定要改善医疗人员的工作环境 这样我们才有能力 有更好的空间可以服务民众 国人健康 国家更强 自然而然世界会拥抱台湾 抛出政策牛肉要强化医疗产业 让医疗人员更安心 话方一转两岸主权论述 赖清德再强调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谈台湾主权也谈服貌和蓝白对手做出区隔 这次总统大选有别以往两个医生 一个警察的对决 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 惠庭赖清德还是柯文哲 让外界相当好奇 我们医师全联会 为什么只有帮我们赖医师来办这一场 我其实我就这样讲了 我说其实赖医师一直以来 跟我们的医生密切的接触 我们大家跟赖医师沟通 而且是长时间的 赖清德竞选办公室7月开始 安排一连串百公百业组织动员 由赖清德最熟悉的医师团体开始 打响第一枪记者做不到